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现场是孙春龙老师 孙老师我们其实已经认识好多年了 是吧 那个时候我还在做记者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采访了老兵的故事 然后后来呢 我可能就做了很多别的事情 感觉日子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了 然后忽然有一天看到孙老师 他还在继续关注着老兵 一直在做着接老兵回家 然后接老兵的遗海回家 是吗 对 除过老兵回家之外 还照顾了很多幸存的老兵 包括寻找遗海 还有寻找战争失踪者 包括整理这些阵亡将士的名单 其实现在已经做了和战争有关的一个和平机构吧 只要是和战争有关的都在从事 包括在缅甸的一些难民也都在关注 其实说到这个就是跟咱们一段特别 特别特别心酸的一段历史有关系了 那就是抗战的时候 在滇缅战场上发生过 从42年到44年发生过一场特别惨的战争 1942年3月 为了保卫滇缅公路 蒋介石派出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 这是自甲午战争以来 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 但很快遭遇了巨大的失利 溃败后的远征军大部分退回云南 一部分留在印度接受整编 1943年10月 整编后的远征军又重新从缅北和滇西 向日军发起进攻 战争持续了17个月 中国投入兵力总计40余万人 先后收复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 滇西湿地8.3万平方公里 歼灭日军18万5千余人 但同时 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伤亡将近20万人 视为惨胜 战后由云南监察使李庚园主导 在战事曾经最为激烈的腾冲县城 建立了国商墓园 纪念国军抗日烈士 苏老师您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您是从一个什么时间 或者什么事情 开始接触到这段历史 然后终于决定去 连记者的工作都不要了 去专门去做这样的志愿者 我是 其实是以前也是做媒体 然后是在2005年的时候 那是我第一次去缅甸采访 当时是采访的是 关于金三角的毒品的问题 那时候我2005年29岁 那时候我觉得 自己当时是一个中央媒体 一个记者 然后去采访这个 但是当时有一件事情 印象特别深 就是我在金三角碰到了一个老兵 他给我谈到 关于中国远征军 以及关于谈到国商墓园的时候 我一点都不知道 我当时对这个事情 一点都不知道 就是我不知道 中国远征军是怎么回事 就是我怎么还有中国人到缅甸去打仗 而且关于国商墓园是怎么 我都根本不知道 所以说回来之后呢 我就专门搜索了一下国商墓园 当看到关于国商墓园的时候 就是特别的惭愧 我觉得当时已经是将近30岁的一个记者 竟然对这个东西都不知道 我想我如果不知道的话 可能还有更多的人也不知道 所以说就想能不能把这个律师去 做一个了解 然后告诉更多的人 那时候就开始到 专门去了一趟国商墓园 当看到国商墓园的那个场景的时候 就是现在都近的印象特别深 就是一个早晨去的 然后那个山包上全是墓碑 然后站到那个山包下面的时候 我当时就眼泪就出来了 所以我就当时就下定决心 我说要把这个历史去告诉更多的人 然后到缅甸去开始去采访 去采访然后就碰到在缅甸留在缅甸的一些老兵 当得知他们在当年当兵走 再也没有回家这个事情的时候 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出过能写一些报道之外 还能身体力行的去帮他们做些事情 所以说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 开始接第一位老兵回家 所以刚好已经十年时间了 郑老师对那段历史应该是也是很了解的吧 对他当时他主要是二战太平洋战争 那就是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这个越南老挝就今天这一块全让日本占领了 那就是到缅甸边境 然后等于中国的潜进纵深靠海的这边 中国都没有办法控制了 全失去了 日本就开始苏江而上 就准备要打重庆 接下来就到昆明 你这样的话就非常危险了 当时美国就给国民政府提供军援 然后就从太平洋方向 从巴基斯坦 当时是英国殖民地是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孟加勒 这些个现在都叫这个名 当时不叫这个 当时都是算是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英国就利用这个地方从这个卡拉切啊什么这块就开始 军援的物资就开始上路 上路之后就开始支援重庆啊 昆明啊 支援我们的内地从这个地方打反攻 是这么一个大的战役背景 所以说当时是29集团军吧 基本上在那个地方顶着 那您在去做的过程中您是怎么一步一步做的 最开始是去寻找在外面的还活着的那些老兵 把他们带回来是吗 对 我们看我刚开始是就是在08年的10年前 再做了一个老兵回家 就是接这些活着的在缅甸的老兵 帮他们找家人然后接回来 后来发现在泰国也有 在越南也有 后来再发现在国内还有更大的生活的那些幸存的老兵 包括在后来再发现 其实我们在缅甸去了时候 也发现在缅甸其实也有很多 包括我们去过日本人的墓地 包括去过英国人的墓地 看了这之后呢 我们也去考察了关于中国远征军的墓地 所以整个的就相对比较全力 这个对比应该是非常强烈吧 日本人或者是美国人 他们的墓地我印象中保存的挺好的 它是一个是我们在 我首先我们首先到仰光去看那个英国人的墓地 英国人在缅甸是有三个墓地 三个墓地 然后去了这些墓地的话 你会看到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坪上 都是那个小碑小石碑 而且那个小石碑上就刻着他的性命 刻着他的性命 而且是刻了他的就是真王的时间 有的是有的碑上他刻的是什么呢 就是不知道这个人是叫什么名字 他就用英文写着就上帝知道他的名字 每个人都有一个碑 而且在有一面墙上全刻的是名字 这些名字是还没有找到他们的遗骨的 还没有找到他们的名字 而下面留的一个邮箱 就是他们不停地在寻找 在那个地方我们是 我当时是有一个我是2011年去的 当时有一个让我特别印象非常深的一个事 就是我们去我们也是带了摄像机 有一个团队有六个人的一个小团队 去了之后他那个管理者那个叫奥斯卡 然后他就跑上来就非常激动 他过来他说你们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 我说我们是中国人 他说你们来自台湾 我说不是我们来自北京 他就非常惊讶 他又问了我一句话 他说那么你们是来做木材生意的 还是石油生意的 就当时问我们这句话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真的是无地自容 因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我们在缅甸的全是在做贸易 全是在做贸易 后来我们就 而且是以木材和石油这些珠宝 这些为核心的 后来我就告诉他 我说我们是来找老兵的 他就特别惊讶 他说我在这个墓地里面 二十多年时间 这个墓地里面 安葬的有英国本土的士兵 还有在印度的缅甸的 那些他们当时的雇佣军 但是包括还有很多墓碑上 当时也写着charner 他说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中国人来到这里 这是他那个奥斯卡管理者 当时告诉我们 然后他们就带我们看到那个墓地 看到那个墓地之后 我印象特别深的 就是他每一个墓碑上 都看了一个一个介绍 介绍很多我特别出动 包括当时还有英国的 后来的一个首相 就是他那个儿子 因为当时在二战时候 牺牲的是一个空军驾驶员 在阵亡了 还有财政部长的儿子 他都是一个小小的墓碑 全部你根本就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首相的儿子 将军还是一个很普通的士兵 后来我就和他聊 他就说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 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 而这个事情 对我们就印象特别深 后来我们到了日本的陵园 日本在阳光有一个陵园 在阳光有一个陵园 我们去的时候 就发现有日本的年轻人 背着双肩包 在那个陵园里面去 更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 我们因为当时在缅甸 跑遍了整个缅甸的所有当年的战场 每一个战场 都有日本人见了纪念碑 就麻生太郎 现在是日本副首相了吗 你想这这么个礼节的 几次访为缅甸 这是作为正式的公务 你说一个副首相 访为缅甸 然后到那以后 专门去到那个墓地 去斩养 献花 就按照日本的那一套东西 在菲律宾就更厉害了 更深刻了 就专门建了这种纪念碑 日本天皇去了以后 每次都要拜 日本它都是这样的 太平洋那些岛国 更是了 像安卫去了一次了 到那拜 就拜鬼 就是这个刘光岛 拜鬼 真的挖一个一个的遗骨 都是这样的 外国人好像他特别尊重死者为大 何况他们为国家牺牲捐去 我到欧洲的一些国家去 西方的国家 我到他们的海军学院 海军学院分两类了 一类是培养高中级干部的海军学院 培养军官 将军这样的高等类似国王大学 他们的这样 还有一些培养水兵 就是中初级的这个学院 这学院里都有那种教堂 这个教堂 然后还有那种一个纪念的这样的一个 我不知道叫什么东西 就是一栋房子 类似于教堂那样的 一个一个大石碑 这个就写着这是哪一次战役当中的 一艘军舰成了 那一艘军舰好几百人 对不对 毕丝麦一家就好几百人 每一个死的人都写着 对这些名字 我等待了很长时间 他每天鲜花不断 就是这个学校里的学员 在那学习的学员 他一定要清晰的知道 这场战役是跟谁打 他们为什么这艘舰艇 毕丝麦被干掉了 死的这个人 他大致都知道他们的英雄事迹 他们叫什么名字 天天去献花 自己在那祈祷半年 你说这个 咱们就平常说爱物主义 好像是虚的 口号什么的 他真是这样 所以你这个真是不容易 就是以一个媒体记者的这个身份 自己辞职以后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去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我们现在再说是可以 但是在当时十几年前就开始做 十几年前 在十年前 那个时候他很少有人重视这个事情 对不对 大家重视的都是就你说的 到缅甸去买块玉 缅甸搂玉 搞点红木 都是这个 这个可以马上借到钱 你说你这马上借什么钱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都是想这个 我们今天感觉是个事了 他做成了 我看过孙先生很多这种台的演讲 在各种媒体演讲 我当时就感觉很感动 我说这个不错 大家好又见面了 今天我和小龙女来到俄罗斯的拔场 要用真枪实弹做一个有趣的测试 Just fire 哇哦 今天我们要用二战的老枪来打国产的防弹板 毛色98k 有莫辛纳干 有MP38 还有我们的波波纱 八弹教练称 这些磨出包将的老枪都是上过战场的 年份最老的就是这只毛色98k了 已经81岁的高龄 1937年了 嗯 现在找到这么老的步枪还能发射的 还有运气啊 据说这两支德国枪都是缴获来的战利品 我也越发的好奇 用这些古董射击国产防弹板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准备接受考验的是中国力泰生产的碳化硅加P材质的4级防弹板 我们先测试威力最大的98k 它使用8x57全威力步枪弹 我们尝试在50米的距离对它进行射击 我们开始打防弹板 国产的4级甲能扛得住吗 打中 OK我们去抓紧时间跑步去看 觉得它 我们打个赌它穿没穿 整体的板子整个面还都是非常平平整的 没有说往前突 那么看后面 没有穿而且是个平面 由于是贴在了这个钢板板上 如果后面是人体可能鼓包会稍微再大一些 能扛住8x57全威力弹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法场教练也感觉不可思议 教练要下单了 为了证明不是运气成分 我们又设计了一块同样型号的航弹板 当然没被打穿 如果打穿就透亮了 它的背面有一个鼓包还是比较完美的 那么现在我们还会再把它捆回原来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开始暴力测试咯 看看怎样才能够完全摧毁一块防弹板 小龙女手里的这支墨尔辛纳干 是1945年生产的短管卡冰型 发射7.62x54弹药 同样是在50米的距离 看看打击效果如何 从慢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出 当两枪打到同一个地方时 第二发子弹由于没有了碳化硅的阻拦 击穿了PE纤维 与后面的钢板磨出了火花 火力全开不停歇 接下来发射9毫米枪弹的MP38和发射7.62毫米的波波刹起上阵 在10米聚集上开火 试试防弹板能否顶得住这样的枪林弹雨 在承受了20多发各型弹药的轰击后 防弹板被击穿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但总体来说这款国产防弹板的效果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期 板体结构依旧比较完整 同一位置被冲锋枪击中多次也没有贯穿 甚至没有特别明显的鼓包 牛掰不牛掰 想不到真想不到 虽然我们的测试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严谨 但还是基本还原了这款国产防弹板的性能 很兴喜的看到国产的防弹产品越来越尽量 也盼望这些护身的力气能够早日批量装备我国的军警单位 守护他们的安全 我是军武吴欣蕾 还会带给大家更多有趣的军事知识 这个应该是挺难的吧 你在异国他乡去找寻的是遗骸 你要是活人吧还能有一些线索 这遗骸怎么找啊 难道是自己去地里挖吗 是难度比较大 所以我们这个事情其实筹备了好多年 因为我一直内心里面有一个梦想 我就希望我们国家有一天也把我们的阵亡士兵的遗骸 用一个国家仪式能迎接回来 因为我看到包括看到像张老师说了 其他国家很多 包括我看到我曾经看到那个美国总统有一本书 有一个作者他翻译了美国总统历年来在阿灵队国家公布前的讲话 他准备出一本书把那个书当时让我来写序 所以说那个讲话我全部看完了 所有总统在阿灵队国家公布前的讲话我全都看完了 我印象特别深的有好几件事情 一个是在克伦顿 克伦顿是在2000年的时候 他在要访问越南之前 他在阿灵队国家 他发表了一个讲话 他说我明天就要去越南访问 这是越战美国的越战之后 美国总统第一次到越南去访问 我想告诉美国公众的是我这次谈的第一个事情 是寻找在越战时候失踪的美军的士兵 以及他们的遗憾 因为我们的士兵 因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士兵有一个承诺 无论你战死沙场或者失踪 我们一定要接你回家 所以当时看了这些东西之后 我就特别的感慨 特别感慨 我觉得是就是正是因为对这些生命的 不管是活着的和死着的这种尊重 造就了更多的人来爱这个国家 然后让这个国家更为强大 所以我就希望我真的 我觉得我对这个国家肯定是非常爱的 我说是我能不能用个体的力量能去推动 或者能去做这些事情 然后能去影响更多的人 所以我一直希望我们能不能真的是把海外那些遗孩 有一天也能用国家仪式把它迎接回来 所以就开始来准备这些资料 一直到了2014年的时候才开始去做这些事情 那准备了很多年 应该是准备了很多年 好几年时间就是一直在准备 准备是什么 准备些什么呢 一个是关于这些遗孩寻找的方位的问题 就是我们怎么要找到这些地方 是确认是远征军的遗孩 所以说整个对缅甸所有的当年的战场 都做了一个考察 包括带了很多哥舒雅老师 很多历史专家一块去来做考察 所有当年的目的是在哪里 我们在包括从那个美国的国家答案馆里面 他们提供的那些资料 可以查到这些目的当年的地址在哪里 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地址 然后去和当地老百姓做一些访问 所以说把基本上把大部分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目的找到了 第二个其实还有一个难点在哪里呢 就是你怎么判断这个遗孩是中国远征军的 对啊 你不知道他是谁的呀 所以说他我们当时想做一个什么呢 就是关于一个DNN的一个鉴定 就DNN的一个鉴定 我们当时先我记得在缅甸 我先找到一个遗孩 然后当时在北京找了很多地方 包括公安部找很多地方 想做DN鉴定 就结果都鉴定不出来 就是在70年前的这个鉴定是根本就达不到 就我们这个技术达不到 把它DNN的样本信息提取不出来 所以后来我们就感觉这个特别难 因为我们想做的一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情它的价值和意义 就是让那些个体生命得到足够的尊重 怎么样把那些生命的样本信息给它提取出来 然后帮他们寻找家人 所以我觉得这是它的意义所在 然后核定它的身份 帮它去寻找家人 所以我甚至当时想 能不能通过美国然后能做 能提起出来 就在我在和美国联系 来做这个DNN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帮我联系到复旦大学 后来我们在全国 就是只有复旦大学把这个做出来 成功做出来了 而且现在我们在和复旦大学联合 在做了一个将来可能会挂牌 做一个关于这王士兵的 也还鉴定的一个中心 就是而且是它的技术已经能达到 可以鉴定出来你这个人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省份 这都可以啊 就可以如果再继续往下做的话 它能鉴定出来你的 如果那个对比的样本信息更多的话 它可以到什么家族都可以 但是那个就花费就特别大 所以这个鉴定的成本特别高 就鉴定如果是按市场的这种来 因为它都是从国外进口的那些药税 来做这个鉴定要提取来做 可能需要鉴定一个 它如果按收费的话 可能需要几万块钱 一个人 一个人 所以说我们当时它就是提供了很多的支持 就是你知道这个如果像我们收费 我们根本没办法来承担 哪有钱呀 所以这个也是感动了他们 他们就来提供来提供支持 以支持的角度来做 以提供支持的角度来做 所以说这个鉴定 就是 而且它那个 最后这个结果 鉴定的结果之后 我们就特别搞 就是能分出来你是哪个省份的 所以一看湖南的 云南的广东的 一看这就是当年中国元政军 而且我们还在找了一个什么 在做的过程中 还找了西北大学的那个骨骼的那个专家 就骨骼拼接的专家 西北大学的一个陈亮副教授 他帮我们带了团队 带带他们研究生帮我们做这个事 就是它是什么呢 这个专业也是特别 它也是水平特别高 就把这个遗骸找到之后 它第一个可以把这个它的头 腿这些骨骼它可以拼接起来 谁是谁的它可以看出来 还有一个它通过这个骨骼可以看出来 它大概的一个北方人南方人 还有一个更是它通过牙齿 可以判断出来它的年龄 所以说我们最终发现这个 当时它鉴定结束之后 我们说了一句话 当时我们一下就眼泪就出了 这些孩子基本上都不超过20岁 娃娃兵特别多 这个刚才你讲的这个基因 大约在十几年前 当时我写了好几篇文章 以后我还写到我的书里去了 就是美国的一家大学里头的科研机构 到中国的某些地方去抽血采样本 每个人被抽血的人给10块钱还是8块钱 大约就是这样的抽泥管血给您这个东西 而且这个是在当地政府配合下广泛的开战 我说这个玩意儿 这不会是提取我们中国某些个少数民族的基因吧 我当时就发明 我说这个是有关部门要查一下这个事情 不要赚这个钱 我说我知道就是说有一种生物武器 比方说打萨大姆 我现在要能提取到萨大姆他们家族的一点血的话 毛发或者什么TG 那就对他非常了解 我可以制造生物炸弹把他们家族全杀掉 明白这意思吗 对对对对 如果外国人随便提取我们某少数民族 或者某个地区的这些东西 将来把它制成生物武器的话 这个是摧毁性的 我说有没有人管这个事情 这是十几年的事情 这是个确实发生过 而且我评论过 当时评论过 我说要阻止这个事情 你们要长脑子不要赚那个钱 你刚才一说我还是提醒 我们的技术能达到这个 就是能够提取一个70年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样本 他能够判断大约哪个省哪个家族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大概需要一两个月时间 就是做一句需要一两个月时间 但是他可以同步可以几个来做 那所以我们做完这个鉴定的工作之后 怎么让他们回来呢 这个想起来应该也蛮难的 国家要跨越国境 对 就是我们现在觉得这个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是一个弥奸机构 我们的力量还特别薄弱 但是我们只是走出了第一步 我们希望这第一步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包括能影响到能政府能推动他们来对这个事情的关注 而且实实在在的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包括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这个事情 包括我们在开始在寻找遗害的时候 好多人都不理解 说你这个人都死了 就关注这个事情是在做什么 在做什么 后来我们在做了越来越多的时候 很多人就发现这个事情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 其实包括我们也一样 其实那些已经牺牲的那些人 他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已经没有知觉了 也不知道他的一个什么可能都不知道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它的价值和意义是告诉更多的活着的人 就是为这个国家去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的时候 会有更多人去记住他们 我觉得这份尊重是会让更多的活着的人去爱这个国家 所以这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所以包括在做的时候 包括我们在通过媒体报道 还有写过很多内参在推动 而这个事情我觉得包括每年两会的时候 我都找人家人大代表来提这个事 连续已经提了五六年时间了 不每年都会有提 都在提这个事情 所以说最终推动我觉得 而我觉得是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就是在去年的十一二月份的时候 那个习主席对这个事情做出了一个批示 而且是现在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 那个中央军委和那个民政部 已经在开始来着手 就是由国家来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说对我来说 因为我们自己的能力非常有限 我们希望它本身也应该是 从国家层面去做的一个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太庞大 而且是根本不是一个这么小的一个机构 我们更多的只是一个呼吁 只是做了一些开始 做了一些前期的一些调研 包括我们把这些资料 都已经提供给民政部 所以我们相信这个事情 在接下来 包括在更多的 包括在海外的这些中国将士的 你还会得到一个比较妥善的 一个保管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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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